全球现场要带您来看到就是美国一年一度的白宫记者协会的晚宴 在美东时间27号登场了 这场年度盛世记协晚宴邀请到的都是美国各大媒体的高层 或是白宫特派员参加 也被称作是所有华府的政界还有媒体界精英 全都齐聚一堂的晚间 好当然呢很多的这个媒体高层们 他们都会在这个记者会的这个盛会上头呢 都大开彼此的玩笑 同时间其实外界比较关注的就是按照往年的惯例来看 都是美国总统们他们展现他们幽默感的场合 像是拜登在去年的年度白宫记协晚宴就大开自己年龄玩笑 但是来看到的是今年场内场外可以说是两样情 甚至说巨大的对比也不为过 因为场内的这些美国的政界人士记者们 他们高兴的聚餐 然后呢在开开玩笑聊天餐序的同时 享用美酒佳肴同时 场外却是反战声浪抗议不断 好其实就在这个晚宴的开始前夕呢 美国时间的27号下午就有许多的抗议者 他们齐聚在这个会场外头 好今年的这个记协晚宴呢 是办在华府当地的一间这个饭店里头 那在这个饭店外头你可以看到这个我们的截图哦 就非常多的抗议人士他们不断的抗议 而且他们抗议的都是这个美国媒体自己报道不公 或者说政界有所偏袒 偏袒的当然是以色列了 好这些人呢他们都呼吁加萨要立即停火 要总统拜登立刻呼吁止战 这些抗议人士甚至说是直接冲向了参与晚宴的记者 质疑他们的报道不中立 好来看到的这张截图你可以看到呢 其实这个抗议人士他是刻意模仿战地记者的装扮 他还拿着这个有点被挡到 他是拿CNN的标语的牌子 控诉美国记者们的报道不中立 那另外呢这个是非常知名的反战团体粉红代码 因为他们每次出现的时候都是用粉红色 作为他们的一个主视角 好他们呢也参与了这一次的抗议 他们其实在这个抗议先前就透过了 他们自己的失去媒体发表了一个声明 他们控诉美国媒体持续写的是 反巴勒斯坦的叙事 忽略以色列的战争罪 好同时今天要来看到的是 美国的大学里头校园反战示威也不断地延烧 全美大概算一算现在50间的学校 有这个反战声浪 这一波的校园反战挺巴示威 可以说是迅速蔓延 包括了一些长春藤名校 还有各州的州立大学 大概现在算一算有50多所的学校 都有这个反战示威 甚至说这些示威者还在校园里头扎营抗议 要求校方现在要揭露 跟以色列还有美国军火商之间的关系 希望可以赶快划清界限 那也因为这个示威潮不断 现在甚至说有警方 好就进到了校园里头 我希望可以遏止这个抗议持续的变调 所以呢其实现在这个校园里头的紧张气氛 可以说是非常的浓厚 那包括了歌大 他们就宣布说所有的课程都改到线上授课 那南加大还因此而暂停了5月10号的毕业典礼 好回过头来我们带你来看到的是白宫在今天上午 台北时间的今天上午来举行年度记者协会的晚宴 参与者当然除了拜登夫妇之外 还有白宫的这个记者们跟媒体跟政治人物 甚至说有些演艺圈人士都有与会 但是呢我们刚提到了在会场的四周都齐聚了这些抗议人士 他们是力挺巴勒斯坦的人士 他们也反对以色列犯下的这个种族灭绝的罪行 看人士更是毫不客气 直接当面呛这些出席者 非常的可耻 一起来看 好你可以看到呢 其实这些抗议人士他们都高举着这个牌子 除了说有他们自己的诉求之外 还模仿了他们自己是战地记者 包括了刚刚看到有人他们是高举CNN的牌子 或者是像是美国一些知名媒体CBC NBC 他们的这个logo 当然就是表达他们反战的诉求 另外他们更想控诉的是认为 这些美国媒体报道实在太过偏颇 好这个晚宴的所在地是在华府的希尔顿饭店 部分的抗议人士就挂上了巴勒斯坦的旗帜 而白宫记者协会的晚宴历来都是记者 还有政治人物他们起居一堂交流的场合 当然原来是可以提供拜登一个难得机会 让他可以展示他的幽默感 私下亲民的这一面 但是因为现在碰上的是以哈战士 还有这个美国大学的学运 也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很多大学 现在校园里头都出现了反战声浪 也因此让白宫记写晚宴的这一晚 时间点是相当的尴尬 好另外要来看到是以色列的特拉维夫27号 爆发的抗议活动 愤怒的民众他们封锁了 这个城市主要的高速公路 要求以色列政府与哈马斯赶快达成协议 让这些人质得以释放 抗议者不断是纵火封路抗议 甚至是高喊口号 希望可以让所有的人质全部回家 好其实这个以哈战争爆发 已经200多天了 但是仍旧是有133名的以色列人质被扣押 在目前停火谈判 谈判是陷入僵局之际 哈马斯是主动表态愿意以解除武装的方式 换取巴勒斯坦的和平 但是对于一个以摧毁以色列目标组织的目标来说的话 算得上是重大的让步 但是纳坦雅胡政府里头的极右派 恐怕还是没有办法接受这一场妥协抗议 好另外要来看到是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26号接见美国国卿布林肯 而大陆外交部随后就举行了记者会 针对布林肯访华一事 外交部的北美大洋州司的司长杨涛就呼吁 美方不应该在产能过剩和内政治理的层面上抹黑中国大陆 中国优质新能源产品为各国加快绿色转型 应对气候变化 缓解通胀压力 做出了重要贡献 恐怕过剩的不是中国的产能 而是美国的焦虑 美方所谓产能过剩 这不是市场定义下的结论 而是人为制造的虚假叙事 是美国搞保护主义 打压中国发展的右翼力证 好 其实这是杨涛他回应的是美国财政部长 竟然变好了 学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变成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他 称他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